张子怡自曝婉剧出演教父导演新片,透露两岁儿子最崇拜成龙。 8月23日,张子怡登上家人杂志封面,他在访问中透露教父导演弗朗西斯·福特·科波拉想找他出演一部戏,但他婉拒了。 此次,张子怡在访问中谈及事业规划,就让粉丝放心,我会继续努力,可能脚步有点慢,是因为我不想重复自己。 等遇到一个值得冲刺的角色时,我一定会义无反顾,相信我。 当时,两人通过视频沟通,张子怡很期待双方合作,但收到剧本后发现角色并不适合他,最终还是放弃了合作机会。 有人认为他在自台身价,有人说可能角色是路人,甚至有网友质疑张子怡英文水平不行,不敢接好莱坞电影。 张子怡没有透露,导演让他演出的是哪个角色,网友认为这点不重要,因为大都会是大群戏,估计每位演员分配到的戏份都不算很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